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房之宝,我是J 今天要分享的小东西是这本水彩填色线稿画册 我喜欢这样的水彩画,感觉如果有可以画出这样图画的技能 那么我的旅途手帐就可以变得很美了 当然也可以选择打印旅途中所拍下的图片 不过那个和手绘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买回来有半年多了,这本子需要大概19块人民币 还一直保持干干净净的,舍不得用 前阵子忍不住了,就自己照着画,然后上色 觉得这成果还是不错的 你让哪里呢? 不过这绘本不是很适合用于水彩 颜色都透到了后面,甚至下一页了 我买回来就是为了要用它的 这纸张是300克酥的,非常适合水彩 我还没有给这盒固体水彩弄色卡 也没有试过用300克酥的纸张来上色 今天就试试看吧 Health and Lies Health and Lies Health and Lies 接下来就试试这个 左边这一页是介绍怎么画性稿 要用防水针管笔或者是钢笔 推荐念鱼墨水来描线 画建筑时线条要流畅 沟空心字的时候要有耐心 接下来是铺设 然后把全部需要上色的部分图完 色调区分开 色调区分开 这个不是很明白 然后局部进行混色晕染 最后强调地面的阴暗部分 还有门和椅子的遮盖关系 要耐心分析和处理细节 我就尝试耐心的涂涂看吧 那边还有温暖和椅子的遮盖 我这个温暖和椅子的遮盖 如果在温暖和椅子里站起来 我现在的温暖和椅子里面的温暖和椅子里面的遮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谢谢观看 祝你愉快